張敬軒一向對社會事情都敢於發聲 在佔領事件上,他關心學生安全 並譴責一切暴力行為,但被傳媒斷章取緣 近期更被盜用身份發表佔中言論 從9月份開始,即是由學生罷課的集會開始 我的微博都受到大量不明耐力 我簡直都不知道那些人從哪裡來 反正有些人又特意註冊新帳號去攻擊我 因為這些攻擊中有一些很失實的指控 和很失實的批評,包括一些人身攻擊 軒仔認為這個已經困擾他和他家人 所以在前晚演唱會後 連同霍文熙和律師在場宣讀嚴正聲明 為自己討回公道 我要在此重新,張敬軒本人要在此重新 我從來沒有發表或者參與任何所謂 港獨和分裂國家的言論或者活動 軒仔更加在微博刊登聲明,而正視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